诗篇第126篇 诗篇第127篇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是枉然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永世手中的剑 剑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于羞愧 诗篇第128篇 凡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 事情顺利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诗篇第129篇 以色列当说 从我幼年以来 敌人屡次苦害我 从我幼年以来 敌人屡次苦害我 却没有胜了我 如同浮离的在我背上浮离而根 根的离沟甚长 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 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 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 未长成而枯干 收割的不够一把 捆合的也不满怀 过路的也不说 愿耶和华所赐的福 归于你们 我们奉耶和华的名 给你们祝福 诗篇第130篇 耶和华 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主啊 求你听我的声音 愿你彻额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你若纠察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主 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以色列啊 你当仰望耶和华 因他有慈爱 有丰盛的救恩 他必救赎以色列 脱离一切的罪孽 真言第二十八章 恶人虽无人追赶 也逃跑 义人却胆壮像狮子 邦国因有罪过 君王就多更换 因有聪明知识的人 国必长存 穷人欺压贫民 好像暴雨冲没粮食 违气律法的夸奖恶人 遵守律法的 却与恶人相争 坏人不明白公义 唯有寻求耶和华的 无不明白 行为纯正的穷罚人 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 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 与贪食人作伴的 却羞辱其父 人以厚利加增财物 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 转耳不听律法的 他的祈祷也为可增 诱惑正知人行恶道的 必掉在自己的坑里 唯有完全人 必承受福分 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 但聪明的贫穷人 能将他查透 一人得志有大荣耀 恶人兴喜 人就躲藏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 必蒙连续 长存敬畏的 便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 必陷在祸患里 暴虐的君王 挟制贫民 好像吼叫的狮子 觅食的熊 无知的君 多行暴虐 以贪财为可恨的 必年长日久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 必往坑里奔跑 谁也不可拦阻他 行动正直的 必蒙拯救 行事弯曲的 历史跌倒 耕种自己田地的 必得宝石 追随虚福的 足受穷罚 诚实人 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 不免受罚 看人的情面 乃为不好 人因一块饼 枉法 也为不好 人有恶眼 想要急速发财 却不知穷罚 必临到他身 责备人的 后来蒙人喜悦 多于那用舌头 谄媚人的 偷窃父母的 说这不是罪 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 心中贪婪的 挑起争端 倚靠耶和华的 必得风欲 心中自视的 便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 必蒙拯救 周济贫穷的 不至缺乏 扬违不见的 必多受咒诅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恶人败亡 亦人增多